嗨,我愛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個在北海道鄉下地方 一個月不含水電瓦斯網路房租 就要四萬五的小套房長什麼樣子 這裡是一個全部都是one room的公寓 鄰居之間其實基本上不旺 所以我也沒有看過這鄰居們長什麼樣子 門口的這個輪胎是夏天的夏胎 北海道的車子 冬天是會換成冬天用的輪胎的 因為這裡沒有給住戶自己的倉庫 所以大家都把輪胎直接放在自己的家門口 這個是我的房間 門口進來之後就是一個超級小的血管 這應該半個榻榻米都不到吧 然後硬是放了一個櫃子當鞋櫃 所以你知道嗎,太胖進不來我家 進來的旁邊這邊就是廁所 廁所是會自動亮燈的 在半夜起來上廁所超方便 然後我覺得最感動的是它是免治的馬桶 冬天的時候廁所真的是冷到會讓人聚望 所以用免治馬桶真的是超棒的 這個就是我自己買的小暖氣 因為冬天的時候房間的暖氣是送不來廁所的 這廁所真的冷到跟冰箱一樣 大概只有一、兩度吧 來上廁所都是一種折磨 所以我冬天12月1月那時候回來 就會先把這個暖氣先開個一個小時 廁所裡面的空氣暖一點,舒服一點 從廁所進來之後這個一眼就可以看完的 就是我的房間 其實這個one room的房間真的很小 它整個房間內的空間 包括浴室跟廁所只有11瓶而已 進來之後呢 最醒眼的我想應該就是這根鋼管了吧 因為北海道的冬天外面隨便都零下十幾度 真的太冷了 所以我那時候就買了一個這個 希望冬天的時候可以在房間好好的運動一下 然後我去宜德利買了這個超厚的巧拼 一方面是怕不小心跌倒的時候會想到樓下人 主要也是怕跌倒會痛啊 這間房間的窗戶是一面超大的窗戶 然後加上一個旁邊這個 這一個小小可以推開的空間而已 今天外面天氣超好 它這個是有隱藏紗窗的 我房間裡面第二根通天柱呢 這個是我從宜德利買的曬衣架 這個真的對小空間來說真的超方便超省空間的 而且一個人住其實每個禮拜洗兩次衣服 衣服量並沒有那麼多 這個完全夠掛 它就是平常不用的時候呢 它可以這樣子把它折起來 然後要曬衣服的時候就把它放下來 它就會變成一個很好用的曬衣感 然後把它放在窗戶旁邊 夏天的時候可以開窗通風 然後冬天的時候因為暖氣就在旁邊 所以烘衣服也很快 換氣扇也在這個旁邊 這是一個小小調節的換氣扇 那就是不用的時候可以把它壓下來 不用的時候把它彈開 這是一個兼具空氣流通跟安全的換氣裝置 基本上日本租房子呢 沒有台灣那種一卡皮箱就入住 大部分都是空房 這裡面唯一附的家具呢 就是這個冷氣 還有這個冬天超重要的夥伴暖氣機 這個暖氣是吃瓦斯的 所以它熱得很快 然後它的熱氣是從下面出來 熱空氣會往上嘛 它會從這裡出來之後 然後慢慢的擴散到整個房間 這個暖氣有超棒的功能是 就是一般運轉是這個 然後如果你開這個Eco 就是英文的Eco 它就是會在你設定的室溫到了之後呢 它就會自動停止 像我現在設定的室溫是20度 那它現在如果室溫是20度呢 它就不會運轉 然後這一個おやすみ呢 就是晚安 晚安的鍵按下去呢 它就會幫你倒數計時 60分鐘後它就會自動關暖氣 然後Ohio呢就是早安的按鈕 就是我現在設定的是 早上6點的時候 暖氣會自動打開 因為我這個人有一個很奇怪的被害妄想症 我就是覺得暖氣如果開著 半夜的時候它如果突然燒起來 我可能就會被燒死在房子裡 所以我晚上睡覺的時候 通常不喜歡開暖氣 可是如果早上要起來的時候 房間氣溫很低 那真的是會起不來 你就會進入一個冬眠的狀態 我試過好幾次都會睡過頭 所以我都會設定這個Ohio的按鈕 讓它在我早上起床一個小時前 就開始運作 讓整個房間變得溫暖一點 早上比較好起床 然後剛才有說 日本的房子通常是不會附家具的 所以它當然也沒有附床架 我就直接用床墊鋪在地板上 夏天的時候還好 但是冬天的時候真的會很冷 雖然我住在二樓 冬天的時候那個地板的寒氣 還是會滲進床墊裡面 所以我在床墊裡面呢 有放一個電熱毯 冬天睡覺前 就把它設在最低溫 把它床暖一下 如果不先暖一下的話 這張床就很像海邊床 根本就沒辦法睡人 床旁邊就是我的暖桌 冬天窝在這個暖桌裡面 真的超舒服 這個暖桌超便宜 這是我在二手店買的 這張暖桌只要台幣600塊 超級划算 這就是平常拍片的視角 我真的娃娃超多的 而且全部都是一番賞 這是一番賞的A賞 一番賞的A賞 這邊還有一支 沒有拆封的一番賞的A賞 我是不是很會抽A賞啊 這個冰箱也是我在二手店買的 這個冰箱只要台幣 我記得好像是4000多塊而已 二手店真的是在日本生活的小資族 超重要的夥伴 這個房間還有一個我覺得超多方便的 它的櫃子都超高 唉 我就說我打開之後呢 我會拿不到裡面的東西的那種高度 所以我還特地去買了這一個梯子 為了讓我自己可以拿到櫃子裡面的東西 然後在這個只有11平大的空間啊 有一個不成比例的大廚房 這個廚房啊有三個瓦斯台 真的不知道在一個小套房裡面 有一個這麼大的廚房要幹什麼 因為床鋪就在廚房旁邊 所以也不可能煮什麼味道太重的東西 那整個房間會都是 棉被枕頭都會吸味道 所以就是一個無用武之地的廚房 對我來說啦 這個瓦斯台還附了一個這個日本的動脈 裡面常常看到用來烤魚的小烤箱 這個烤盤底下是要裝水 這個瓦斯台有個BUG 但其實也不是BUG啦 搞不好這是我不會用 這個烤箱在開的時候呢 它的通風口是後面這裡 然後我常常會忘記會常在這邊放東西 所以我已經因此融化過了一個熱水壺 然後第二個熱水壺呢 也還是照樣的 因為我還是忘記在開烤箱的時候 要把東西從這邊移開 所以你看這個也是融化了 超危險 烤東西的話一定要把這邊完全清空 但是平常用瓦斯爐的時候 這裡是完全不會燙的 在瓦斯台的旁邊啊 有一個這個 它就是用來偵測瓦斯有沒有外露 如果瓦斯有外露的話 它就會發出警告聲 但是它其實並沒有連線到任何地方 意思是它就算叫的話 瓦斯公司好像也不知道 就是提醒住戶的一個小工具這樣 然後它旁邊就有跟你說 如果瓦斯警報器響了 你要怎麼辦 你要快點把瓦斯關掉 然後開通風扇 但是瓦斯公司的人 其實也不會立刻來救你 然後它這個感測器啊 那時候安裝員還跟我說 夏天的時候把廚餘放在旁邊 廚餘發酵了 它有可能會響喔 廚房的旁邊就是浴室啦 浴室進來就是一個標準的日本的洗手台 下面可以說拿一些清潔雜物 這邊這台洗衣機呢 是日本的歐巴桑送我的 無料 無料的最好洗 洗手台的旁邊這邊 就是衣� 它就是一個拉門式的衣� 它就是一個拉門式的衣櫥 但衣櫥裡面很亂 開一邊就好 然後上面一樣可以對一些雜物 行李箱也可以放得進來 浴室門口旁邊按鈕的上 被害到東天生活超重要的排水裝置 被害到嚴冬的時候 要離開家裡出去兩天以上的話 就要把水管裡面的水排掉 不然水管裡面的水可能會結凍 你的水管系統就會壞掉 你就要花幾十萬錢來修 ok 最後呢 這個就是浴室啦 浴室 它配了一個還蠻大的浴缸 我坐著的時候腳是可以伸直的 可是可能我也沒多高 在日本養成的一個習慣就是 坐著洗澡真的常舒服 今天小套房我覺得有一點超方便 而且是它的插座 莫名超級多 這個房間也才11坪大 但是我數過 靠掉暖氣、冷氣、洗衣機 這些一定要長期使用的插座之外 它這種空折的插座啊 就還有12個 我房間也才11坪大 為了一坪有一個插座 超方便的 好啦 這就是我房間大概的樣子 但是就這樣一個11坪的房間 為什麼一個月要日幣四萬五呢 如果大家有看其他在北海道的youtuber的影片 應該都會知道北海道的房價其實很便宜 這個房子的屋齡大概是五年 但是依它的坪數 它真的不應該這麼貴 這件事情會問過這裡的在地人 這好像是這邊的商會共同決定 在這個地區租屋的房價就是這個區間 所以它其實對在地的年輕人來說 要返鄉工作租一間房子也是一個不小的負擔 比較心願的是這間房子是我的工作配給我的 所以我的房租不要自己付 但是我在這邊生活有一件壓力很大事 這就是日本的公寓隔音真的很差 就算這是一棟剛蓋的三五年的建築 它的隔音還是差到 我住二樓都可以聽到一樓鄰居在看電視的聲音 而且從那個音量我知道它的聲音並不是很大 可是它就是會透過地板透過牆壁傳過來 而且我也被樓下鄰居客訴過 因為有一次半夜的時候被我已經掉東西 而且還手殘連續掉了兩次 然後我隔天就說到這一棟館 我也會放在我信箱裡面一張公告信 所以我深夜的時候掉東西的物音 吵到其他人的睡眠被客訴 然後請我要立即改善 嚇得我當天就立刻衝去買那個禮物 然後跟寫道歉信 然後再拿去管我會請他幫我轉交給客訴的那一個人 唉…裡面真的很難 所以大家如果要來日本生活 住這種集合式住宅的話 真的要特別注意 因為這真的跟台灣鋼筋水泥的建築格板不太一樣 剛剛說這邊的房租一個月是四萬五日幣 然後不含水電瓦斯網路嘛 然後在這邊的生活費呢 不用整天開暖氣前瓦斯 大概一個月是五千多塊、六千多塊日幣 但是要開始開暖氣跟冬天熱水洗比較熱之後 瓦斯費就變成一個月大概要一萬二到一萬五日幣 喔 不止耶 超過了 有一張一萬六的 然後電器的部分就比較平均 每個月大概是兩千五以上、三千五以下的日幣 水費的話呢 每個月大概是兩千日幣左右 所以這樣加一加呢 如果我房租要自己付的話 一個月的開銷就至少要六萬塊日幣 所以日本的生活費其實還是會比台灣貴一些 好啦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日本一個人生活的小套房 長什麼樣子跟生活開銷 如果今天的影片有讓你對比海盜生活有一點點小笑 請各位就喜歡 訂閱收藏旅遊資訊不要忘記要開小鈴鐺 下次影片再讓我一起到北海盜更多地方玩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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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